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集介紹一下長城汽車2333的中長線長期機會 今天長氣掛升11% 連續多日的升幅 由8.9升到現在12.9左右 今天最高價到12.9 價升兩張 成交量持續攀升 將來縮小張圖 股票其實跌了很多 有38元跌到8.9毫 直至近期 創出現新低之後 開始回升的時候 成交量非常多 很大量的吸醜 因為股票其實持續下跌趨勢的情況 這裡很明顯的這一週 成交量非常多 攀升上來 再來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其實在上週的時候 已經看到成交量有移動的情況 股票也在底部出現 羊包音的組合 的基線形態 成交量多於上週的成交量 並且 本週是 低開 最終 收盤價在上週的高位置上 吸醜也很大量 成交量是近期最多的情況 三線出擊也到南線 出現了撈底的信號 再看看月線圖 月線圖 現在5月中 通道而已 成交量已經多出上個月 並且現在非常接近上一月 高價位的位置 股價去到 之前起飛的位置 之前橫行了很久 起飛的位置附近 踏著一條120天線 月線圖的120天線 再看看日線圖 日線圖來說 其實如果你說是短期的買位 看來講 暫時就不太適合 首先 股票已經是 連續多日的升 升了5、6日的情況 去到 60天線 很接近保利加上線的情況 雖然成交量多 在近期的小環境區域 已經是突破了 數日 突破了有些多了 接下來這隻股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中長線的 反彈機會 因為看到 有底部 明顯的成交量 多出來的特徵 吸醜有出 日周線 日周線、月線 都是同期有出的 機會先回一回 逢低可以留意一下 最好等有吸醜的地方 留意一下 今天 經紀行 出來有說 4月份 新能源汽車的 銷售數據 也是理想的 中金公司有說 5月份 汽車業 復產 如期推進 今天 亦有上海 復工復產 好消息 建議關注一下 新能源汽車股 2333 暫時看 反彈 還有很明顯的 向上的一棍 趨勢上來 如果回一回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一線圖 下一次吸醜的位置 今集關於 長城汽車中長線的 部署的機會 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